Q5 SPOT BAB 这个颜色不错改的 还贴了一个SQ5的标 奥迪的logo也是黑色的 改的不错 这不李扬吗 李扬 兰哥 你什么时候提的这车 我刚提的 不错 走旁边我看看 行咱们前面去 好嘞 老李啊 你这Q5 SPOT BABG改的不错 那靠吧 我跟你说 我连放弧机都换了 真假的 你要换了 我就马上爱着背景交警 你打开 来 兰哥 您看看 六杆的 你这真的是SQ5 兰哥 这牌子上写着呢 SQ5 SPOT BABG 没看见啊 这车里多少钱 六十多个 六十多个买奥迪 你六十多个买 马看不香吗 我觉得啊 你这不是纯纯的SQ5 你就是纯纯的大远种 兰哥 我这奥迪它不一样啊 我这是奥迪的S S代表什么呀 运动 性能 您这马看S是什么呀 Smore 小号的保时捷 再小号它也是保时捷 你是奥迪 它不一样 咱们俩车都是S 但谁更不一样 一目了然 您这马看S和普通的马看 根本没有区别 辨识度太低了 我这SQ5 SPOT BABG 不仅前后都有SQ5的标识 而且还标配了黑武士套装 后边还有数字化的OLED尾灯 这六倍的造型 那也是帅帅气气的 处处啊 都体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 说了这么多的配置 还没有一个保时捷的标值钱呢 对对 您说的都对 不过 我这SQ5 SPOT BABG 可好像标配了20英寸的运动轮毂 马看S不会是要选装的吧 哦 我这车好像还有全车的无钥匙进入 后边还有感应式的电动尾门 这些马看S好像都没有吧 反正我这个车配置也很高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我的这一台保时捷的马看S的工艺跟做工 真的是相当讲究 而且整车进行了黑化的处理 目的就是一个字 帅 拉开车门 你会发现整车的内饰的氛围感 特别的棒 也是全黑的内饰满满的运动气息 出装的方向盘 加上中控台上一排排精致的按键 这些可不是那台奥迪能够比得了的 要说运动感 我这SQ5 Sportback有红色的真皮座椅 而且还有碳纤维的试条 这些马看S有吗 再有SQ5 Sportback用的是电子的换挡杆 您超豪华品牌又怎么样 用的不还是传统的机械换挡杆吗 还有中控台上还有这10.1英寸的大液晶屏 效果多清晰呀 而且好像SQ5 Sportback的前排储物空间更多吧 中央扶手那还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马看S不会连放手机的地儿都没有吧 你这就有一点歧视人了 不仅仅是马看美人 我们保时捷都没有 因为手机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影响我们关于驾驶的专注度 您买马看S是为了驾驶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您 而且我这SQ5 Sportback 还标配了19个喇叭的BNO3D音响 谁买60多万的车还不配个音响 马看不是 马看怎么不是 BOSS 怎么样 您这18000选招的吧 谁说的 14000 我觉得你 咱别比表面这些虚的东西 要比 咱比动力比操控怎么样 没问题 本事同根生 谁慢谁尴尬 我找个地方走 没问题 走 现在来到赛道上才是我这一款马看S的主场 我的这款车配备的是一个3.0T的V6涡轮增压发动机 7速的湿式热双离合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是354匹 最大的扭矩480NV 百公里加速时间5.3秒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款车的底盘调校和它的转向手感 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保时捷赛道基因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条赛道上 我不会把它的任何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的 哎呦 去 我跟你们说 我都知道燃哥跟车里说什么 他肯定说 也就保时捷的SUV能下赛道 那怎么可能 谁还不是个V6发动机了 我跟你们说 这台SQ5随包的bike搭载的也是EA839的3.0T发动机 最大马力354匹 最大扭矩500牛米 比马康S多了20牛米 传统方面 匹配的是彩服的8AT变速箱 顶摆也是5.3秒 所以谁说AT变速箱的换挡就不如双离合的 那还得看是谁调的 哎呦 李杨这小子今天是拼了 不过在赛道上 我的马康S怎么能趴着你奥迪的SQ5呢 毕竟我配备的可变的转向比跟全十四驱 没关系啊 你现在在我前面一会儿旁边的拉力赛道 再给这小伙子点颜色瞧瞧 哎 往哪儿跑啊 然哥还敢来这种拉力赛道跟我比啊 他不知道奥迪的夸臭就是为了拉力而生的吗 在奥迪面前谈四驱那就是路斑门前门斧的斑门弄斧 我这台SQ Sportback的全十四驱啊 用的可是纯机械自所是中央差速器的四驱系统 那就是纯纯的机械夸臭 而且用的还是AT变速箱 在这种非铺装路面的能力啊 那得甩马克S好几条街 而且我这SQ Sportback还能选装空气悬架 可比马克S选一个音响要便宜多了 然哥咱们这赛道和拉力都比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比比越野了啊 越野啊 这两款车怎么可能去越野呢 您看啊 这个东西啊 我可以不用 但是呢 它不能没有 有时候过得去和过不去 往往就是两种结局 什么意思 有一天 快要迟到的赵人 开着马克S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 路上堵车 想要尝试从旁边的土路绕过去 结果因为四驱不给力 错过了会议时间 丢了合作 另一边 快要迟到的李小阳 开着SQ Sportback 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 同样是堵车 同样是绕路 由于SQ Sportback的Quattro四驱 反应迅速 性能强大 轻松通过了所有障碍 准时赶上会议 走上人生巅峰 行了 别白日做梦了 快回到现实吧 行 然哥 那我就跟您说点现实的 这两款性能SV啊 我觉得也不能忽略了 日常使用中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您看 咱们这两款车 车轮尺寸啊 其实非常接近 但是 我这台SQ Sportback的轴距啊 比您这马克S长了17毫米 而且我的后排座椅靠背呢 还能调节 所以啊 我这台车的后座能做人 但您这马克S恐怕连应急都费劲吧 你懂什么呀 我这是为了驾驶做出的必要牺牲 您要是为了驾驶呢 还买什么马克呀 直接买718不就完了 你差不多得了啊 行行行 那咱们再别点别的 我这SQ Sportback标配了主动安全系统 有主动刹车 前碰撞预警 后碰撞预警 还有自动驳车 那媳妇开出去多放心啊 这些马克S不会都没有吧 哇 媳妇她不开车 不过然哥您实话实说 我这SQ Sportback是不是比马克S强啊 说句实话啊 这SQ真不错 但是一个是保时捷 一个是奥迪 你说这两个品牌 在普通消费者的心中 它能一样吗 是 然哥 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想起许多人啊 跟您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马克S啊 毕竟是一台保时捷 而且也确实是一台好车 那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呢 非常高 保安大哥看见来啊 都得多照顾照顾 但是如果同样的预算 您选择一台SQ Sportback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说明啊 您不再被世俗所影响 不再被他人评价所左右 您选择保时捷马克S啊 是它赋予了您不同的价值 但是如果您选择SQ Sportback呢 是您赋予了它不一样的价值 这两者之间一个被动 一个主动 我想哪种方式更成熟 您自然会懂 的确啊 年轻人就应该主动一点 对 不过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好 其实我们买车的时候 真的不能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买车嘛 就要遵循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当你在选择一款车的时候 它不仅反映了你对个性和审美的追求 更承载着情感上的需求 在马克S和SQ Sportback之间 SQ Sportback不仅是一个更加务实的选择 同时它也满足了你对生活的追求 对激情的渴望 它能在平凡的生活中 给你带来不平凡的瞬间 或许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给你带来一顺 对激情感上来 就是大家来带来的